烤盘上铸肝尖的滋滋作响 美味的猪肉料理深受饕客喜爱 距离开放莱猪进口只剩半个月 但政府坚持不飙莱猪 13号苏贞昌的这段话引发民众质疑 并投书平面媒体 因为加拿大的超市贩售的肉品 就有标示不含瘦肉精 实际上网搜寻 像是这两种肉品就有标记不含瘦肉精 另外还有肉品商不只标英文 还直接用中文写着不含瘦肉精 另外加拿大也有设计通用验证标章 只要一贴就代表着肉品未含瘦肉精 大家在国外看到的猪肉标示上面 都可以很明确地标示说不含瘦肉精 或是不含莱克多巴 国内的豆制品都会标示非脊感或是基因改造 那我不晓得为什么在莱猪这件事情 他们坚持就不能做到标示这一点 不止民间团体感到困惑 连前国舰署长邱淑提都认为苏贞昌根本是在硬拗 但今天是不断地说一个谎 又再多说一个谎 又再多说很多谎 然后就继续就标产地就好 好像食髓滋味 这个很奇怪啊 不要用你的行政的权限然后去硬拗 政府标示入法 台湾消费者知道有危害健康之余 自然不会选择买 影响美猪销路 引发外界质疑 蔡政府的做法根本就是将责任推给进口商 风险留给消费者 记者姚家鼎 陈雷安台北采访报道